哈喽大家,我又在迷离屋学习了一个MAYO老师的烟熏款 第一眼看到图觉得不会很难,但实际上做起来,嗨,超帅了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小素材,我用的是透明的调胶纸,把它对折,然后在上面刷胶 覆盖的时候我是从一侧往外推,这样子的话没有直接盖上去那么多气泡 但还是会有,就需要挑选比较完好的部分修剪成不规则的小块块 这样小胶片的素材就做好了 色胶有用到一个红棕色,纯黑色,深棕色,还有透黑色 首先是把红棕色胶放在甲后圆的位置 黑色胶放在红棕色下面,可以重合一部分,不要太微整 用干净的源头笔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这样来回擦胶 就差不多带出那种烟熏的感觉吧 这个操作对我来讲真的挺难的 需要判断它的大型轮廓,把控笔的力度,胶质也有要求 但我还是不怕死的分享了给你们 黑色边缘纹路可以用斜头笔来修整 调整好之后,烤灯固化,薄薄的在甲面刷一层透深棕色 再刷底胶来粘,是先准备好的小胶片 把好位置固化,小胶片天要去跟甲面是有高低感的嘛 然后去透深棕色,在上面加深一个阴影 刷完色之后,烤灯固化,再去透黑色,在阴影的部分加深 处理好照灯,给甲面上一层透明胶,这里我用的是额氏流瓶胶 因为我用的流瓶胶,甲面已经比较平稳了 就象征性的轻轻抛一下 打磨好,清理掉粉尘 薄薄涂一层封层胶,可以只涂一半 平头笔取一点黑色胶,这里保厚度应该需要高一点 还是刚刚回擦的一个方式,把它擦出一些纹理 就好像故意做脏的一个感觉 下面的一个边缘线需要着布一下 可以用拉线笔,咸头笔来处理 做好之后照灯固化,最后封层罩干就完成了 咖头第二章有放成品图 大家喜欢的可以自行剪一下 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做的不好,误喷哟